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品质量才是显得难能可归 周深确实是歌坛新生代中少数的现象级歌手 以歌声撩步新弦 以歌声呈现画面感 但他的歌曲之所以受到欢迎 可不仅仅是依靠歌声和唱功 既然谈论歌曲质量 我们就来看看周深的歌曲吧 一 大鱼演绎中国风特色 这首大鱼实际上算不上纯粹的中国风歌曲 但偏偏隐约将歌词写成了一种另类的美 再加上前来的作曲 让这首歌不仅有了中国风的飘渺与人话色彩 更具备了感人肺腑的情感 周深在演唱的时候融入了中国式的舞声 让民族色彩的美声发挥的顺利力尽致 这确实是一处非常妙的改动 舞声又叫做五音 指古代所谓的官商脚徽与五个人间 这首歌堪称是中国风的一种进步 整体质量非常好 也是周深的成名曲 二 花西子 这首歌也是方文山为周深写的第二首作品 但质量却是最高的 从方文山手笔来看 这首歌也是达到了经典美的特色 歌词决定了作品的大半质量 但是编曲也必不可少 这首歌整体的曲风荡然 主体心明 十分的贴切 美的意境 是一首足以和周深写当年的作品 相媲美的歌曲 三 资深庸才 这首歌的歌词并没有那么具体的美感 但是偏偏将人性刻画的非常巧妙 以一种追寻完美的想法 来思索自己的人生 非常喜欢其中的一句 在翻阅这位墙之前 再留给自己多少时间来沉淀 我认为这就是这首歌的点睛之笔和意义之处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蜕变 变得更加完美 但是我们真的为此努力了吗 如果你对未来很是期望 但是决心不够坚定 那么听听这首歌会有所收获 这是我的亲身体验 四 画卷 这首画卷作为依上周末的主题曲 质量自然是有所保障的 这首词融入了许多词诗的特点 例如芳草离离柳依依 这是比较直观的 其余歌词也有不少的采用了诗歌的意境 但这首歌的巧妙之处 在于浓情而不伤情 用一种相遇的手笔让人对大唐的色彩心生向往 从编剧的角度来看 这首歌的声key较高 比较符合周深的声音和歌唱的习惯 非常适合它 总体来说 周深还有多首的高质量的作品 但我印象最深的便是这四首了 其实从中我们也看到了 自成周深出道之后 是为歌坛添增了太多的色彩的 歌坛并不能够完全将流行歌曲覆盖经典式的歌曲 不然就会造成画画的北北 雪猫叫等一些流行歌曲的大量花展 先不说当下的歌坛的歌手唱功如何 但从作品的质量上来看 真正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其实并不是很多 也导致了和20年前的歌坛有了很大的区分 周深曾经在一档节目中表示过 自己想要将中国音乐艺术发扬光大 当然他的原话是比较谦虚的 但总体的理想却是如此 有这种想法的歌手往往成就不会差 他们有理想有责任 并不是仅仅盯着演技下的流量而站在舞台之上 或许未来周深还会带来更多的经典作品 这是他的特色 也是他的态度 唱功只是他的一部分优点 他的理想和人品才是他能够受到许多人喜欢的原因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蛋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